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向对面一个固定在地上的篮子里放着一个音响 老司机侦探看了一会儿周围的场景说 看来这个音响很可疑 老警官正要对音响进行搜查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群大叔大妈组成的健身队 每当这个时候都会见到他们的身影 领队拿着喇叭高喊着口号声 人群中回应喊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眼看着朝着桥上怎么去了 老司机大叫一声 不好 这不是传统的定时炸弹 立即奋不顾身地从人群中窜了过去 那么炸弹到底在哪里 请思考片刻 五秒后揭晓答案 炸弹就是狮子嘴里的那颗球 狮子嘴里三颗牙齿 正常应该有四颗才能含住 而恐怖分子把牙齿毁成三颗 为的就是便于震动 因为恐怖分子准确知道 那个时间这支健身队就会准时经过 造成震动从而引爆炸弹 老司机今天偷偷摸摸地参加了一场选美大赛 但是比赛进行到最后的时候 舞台突然停电了 过了一会儿 舞台重新亮起来之后 台上一位评委被人杀害 而且凶手伪装成了参赛选手 你能帮忙找出凶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问题在分苹果的刀上 刀的一面上有剧毒 在切苹果的时候 也会沾染一半的毒 在切苹果的时候也会沾染一半的毒